各位好 我是杨春吉老师 现在立刻进行我们农术学堂108年度第六次 小型法律座堂会含个案公益服务 我们今天主讲的题目是拆务环地 拆务环地是继我们之前食物上常见的纠纷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生活 生活食物上或者是新闻市市长所看到的纠纷类型之一 其中常见的首先我们常见的就是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所谓的规约内容显示公平至救济 因为现在的大台北都处在于怎样 大家都住公益大厦 所以而且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规定 可以召开依法召集依法决议召开区分所有人 为定层规约去限制人民的一些权利 所以我们从规约内容显示公平至救济 开始到第二个我们所谓漏水之ADR跟SOP 接下来讲到上个礼拜的2020 接下来我们就是这十五常生活所纠纷的 就是第四种类型就是财务环地 财务环地大家到法学资料检手地种去查刑的结果 去查刑会发现很多案子全部都是财务环地 或者是你去打财务环地或财务环地是数 很多纠纷类型都是所谓的财务环地 那除了这个之外你去打财务环地阳春类 你会发现老师写的其中所写的新闻疑义专栏当中的 财务环地也特别多 所以财务环地为什么会定成财务环地 是记这几个之后会选这个题目 是因为我们所谓的法律教学直播 主要目的是针对一般大多数的人一般的民众 所以涉及到说一般民众大家生活所常见的问题 我们尽量用法学教学直播定层题目 所以我们在选题目老师在选题目不是故意要选的 而且不是随便选的 一定跟自己的生活实际的生活有关的 我们来做法律教学直播 那什么叫财务环地 什么叫财务环地 其实财务环地所涉及到的一个条文很简单 就在民法七百六十七条第一项前段 主要条文我再讲一次民法七百六十七条第一项前段 所以这个条文很简单 这个条文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的所有人对于所有物被侵夺后无权占有 得以可以请求返还所有物 再念一次 所以民法七百六十七条第一项前段 所以民法七百六十七条第一项前段 就是所谓的财务环地 或财务环地支出主要的法律 那这个固能书役 所以在民法七六七中七百六十七条第一项前段 在我们这本很有名的谢在权 看一下我们民法物权篇 谢在权教授所写的上下两册当中 尤其是上下 上的东东 我们看一下第几页 在我们的上册的一百二十四页 一百二十四页 我们可以参考有关于民法七六七第一项前段 所谓的物权反反请求权 就是民法七百六十七条第一项 物权反反请求权当中的构成要件 所谓的构成要件大家可以参考 谢在权教授所著的民法物权论上一百二十四页 那一直说他的构成要件 民法七百六十七条第一项前段的构成要件 有三大要件 要符合三大要件 同时符合三要件 你才能行使物权反反请求权 就是谢在权教授所讲的物上法反请求权 也就是说物上请求权 而第一个要件 当然你要是所有人 第一个要件你当然要所有人 所以我们民法七百六十七第一项前段讲 有讲说所有人 有没有 所有人 所以第一项你一定要是所有人 当然你依照法令实施 依照法令有实质管理 就像说未成年指令的法定代理人 这个当然也可以行使这个 也算是所有人 所以第一个要件要是所有人 那所有人的认定是怎样 因为台湾是所谓的土地登记制 台湾是土地登记制 所以通常都是推说 你土地登记藤本 土地登记藤本所登记的那个人 就所谓的登记民意人 推定为你土地所有人 那建物呢 建物注意哦 建物的所有人分成两种 建物的所有人分成 所谓的民法七百六十七条 第一项前段所谓所有人 在土地是依照土地登记簿 就所谓的土地登记成本 土地登记簿跟土地登记本不一样 最原始叫土地登记簿 那我们一般人去查的第一类成本 第二类成本叫做土地登记成本 所以你去查土地登记簿 跟土地登记成本都可以 所以土地的部分 因为台湾是不动产 是土地部分是属于登记制 而且是强制登记 不动产物权移转设定负担 要经过登记 要经过登记 要经过的法律行为 像买卖 这种法律行为 要经过这种不动产物权的设定 变更 跟移转 要经过登记 才能处分 那非法律行为 像说既成 去段征收 市地重化 这种东西 一定要经过登记 才能处分 至于说 刚才讲法律行为 要登记才有效 登记才有效 等于是说 在法律行为 不动产物权的设定 变更 跟怎样 移转 要登记才有效 登记是他的生效料件 但是在非法律行为 像说 非法律行为 继承 继承类似的 这种非法律行为 这种不动产 像被继承人死亡那一刻 继承人 一继承就取得 也就是继承事实已经发生了 所以这种非法律行为 要经过登记 才能处分 也就是说登记 并非是他的生效要件 只是他的处分要件 这要讲清楚 所以台湾是登记制 在土地上 如何判断他是首尔人 依照登记 登记民意人是谁 就推定他是土地首尔权人 所以就符合 土地的部分 假如登记民意人 基本上推定 他是登记民意人 所以 通常都判藤本 或登记不来 判定他是不是 民法767甲地下前段的首尔 那是碰到建物 台湾的建物就麻烦了 因为台湾所谓的建物 并非强制登记 所以在实物上 我们会发生说 有取得使用指导的合法建筑物 有取得使用指导的合法建筑物 有些是没有经过建物第一次测量 跟建物第一次登记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依照 所谓的实施建筑管理前的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实施建筑管理前 意思是说还没有要求要申请建筑 使用前也没有要求使用指导 所以那叫做实施建筑管理前的建筑物 这个也是合法建筑物 所以这种合法的 台湾实物上有两种合法的建筑物 但是因为建筑物没有要求强制登记 所以你不能以建筑物首有权 注意建筑物首有权状 有没有建筑物首有权 来认定到底是不是合法建筑物 或者是不是所谓的民法767条第一项 前段所谓首有人 建筑物有分两个 第一个实施建筑管理后 有取得合法建造有取得合法使用指导的也算 纵使没有经过建物第一次测量 建物第一次增计也算是首有人 还有第二种就是实施合法建筑 实施建筑管理前的合法建筑物 这也是首有人 民法767条第一项首有权 还有第三种首有权 依照实施建筑管理后 也取得建物首有权腾本 所以我再讲一次 民法767条第一项前段 有关于建物的部分 建物变成有三种要认清楚 有三种首有权 第一个是实施建筑管理前的合法建筑物 这也是民法767条第一项首有权 第二种就是首有权 实施建筑管理后 有取得合法的使用执照 合法的建筑物执照 但是因为我们建筑物没有强制增计 所以它有取得使用执照 虽然是实施建筑管理前 但它并没有强制建筑物登记 所以它也是民法767条第一项首有权 实施建筑管理后 有取得合法的建筑物执照 也去做了建筑物第一次测量 也做了建筑物地登记 也取得了建筑物首有权状 所以民法767条 卡上建筑物就有这三种 你不能因为建筑物有没有建筑物首有权 藤本或者建筑物首有权的土地登记 不来认定 跟土地不一样 首先我们要区分 第一个要是民法767条第一项前段的要件 第一项首有权 有这种东西 有这些类别 那第二个构成要件是什么要件 要是你的所有物 所有人的所物被侵夺或无权战友 被侵夺或无权战友 那什么叫侵夺 侵夺通常用在动产 那不动产 我们通常老师通常专讲不动产 不动产叫无权战友 反过来无权战友 意思是反过来 我们在肃请差污皇帝或差污皇帝之中 变成说另外一个要举战就是说 你没有合法战友权援 反过来无权战友 另外一边就是合法战友权援 这方面比较复杂 我们等一下会好好说明 哪些是合法战友权援 哪些是合法战友权援 等一下我们在最后再补充 第三个构成要件是怎样 你所有人依据明法767条第一项前段 是行使物上反凡请求前的时候 第三个构成要向现战友人 所以第三个构成要件就是说 要向现战友人行使物上反凡请求前 我假如不是现战友人 纵使是当时我战友了 当时是战友 我现在不是现战友人 我就所有人 纵使向以明法767条第一项 向非现有的战友人请求也会败诉 所以我再讲一次 所有人依据明法767条第一项前段 要行使所谓的物上反凡请求权 要依据同时符合三个构成要件 同时符合且 第一个你要是所有人 第二个你要所有物被侵夺或无权战友 尤其是不动产叫无权战友 反过来你要举证 对方要举证 你有合法战友权援 等一下会说 第三个要件你要跟现战友人请求才可以 所以要同时符合这个东西 这三大要件 你所有人才能依据明法767条第一项前段 是行使物上反凡请求权 好 这个是所谓的我们参考 谢债前教授所提出的 明法物权篇上策当中的 第120件的构成要件 但是旧老师认为构成要件有没有符合 我是采谢债前教授的要件 所以我也赞同是三大要件 至于说第四个 我们要除了过程要件之外 我们刚才讲第一个过程要件 三大过程要件 第二个我们有关无权战友 常常会碰到 明法767条第一项前段 这个要件有没有消灭时效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是过程要件 第二个有没有符合消灭时效 明法767条第二个 有没有所谓消灭时效 答案是我们的所谓的明法7版 明法所规定的消灭时效 有三个消灭时效 第一个长期消灭时效 长期消灭时效一般是15年 第二个中期消灭时效 中期消灭时效 中期消灭时效是5年 第三个就是两年的短期的消灭时效 所以我们的明法当中的消灭时效有三种 第一个长期的消灭时效15年 中期的消灭时效5年 以及短期的消灭时效2年 当然法律另有规定者 重期规定 所以变成说我们一般我们在15年 我们在15年上台湾的消灭时效有四种 第一个法律另有规定者 重期规定 第二个长期消灭时效15年 第三个就是5年的中期消灭时效 第四个两年的短期消灭时效 所以我们消灭时效有这四种 那其中还有第五个 就我们所谓的明法767条第一项前段的 没有消灭时效的适用 没有消灭时效的适用 源自于大法文会议解释 107号跟164 107号跟164 有没有看到 我这边有你们讲义没写 107号跟164号大法文会议解释 那这两个大法文会议 正点是在已登记 注意已登记的不动产 注意在已登记的不动产 没有消灭时效的适用 注意只限于已登记的不动产 没有消灭时效的适用 所以注意 所以有关于明法767条第一项 所谓的老师讲的 物上反反请求卷 没有消灭时效 也就是说 所有人只要符合三大要件 所有人只要符合刚才第一项所谓的构成要件 明法767条第一项构成要件 哪三个构成要件 第一个你是首有人 第二个你是怎样 你的首有物被无权占有后侵夺 第三个你是向现占有人请求的话 符合这明法767条第一项三大要件的话 你随时都可以依据明法767条第一项 向现占有人请求法官首有物 反过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民法767条第一项前段 并没有消灭时效 依据107号解释 跟164大法案会议解释 所以注意喔 全台湾的法律当中 没有消灭时效的 注意跟刑事的追溯权不要搞而畏谈喔 刑事的追溯权的消灭 那是刑事的规定 跟我们民法所谓消灭时效 除此之间不一样 我们讲的现在是 消灭时效 所谓的请求权消灭时效 只有全台湾只有一个 就是依据明法767条第一项前段 没有消灭时效的适用 目前就是 明法767条第一项 误上反方请求权 即107号解释 跟164号大法案会议解释而来 所以我们讲到第二个重点 然后讲到第三个重点 我们是依照明法767条第一项前段 哪些就是我们讲的 第二个要件 所有物被无权占有或侵取 那反过来再不动讲叫无权占有 反过来 那对方呢 依照明示诉讼法 明示诉讼法277条原则性 对自己有利的事实负举证责任 所以被告 通常原告会怎样 原告都是 请求差务还地的是谁 通常都是原告 原告是谁 是不是土地所有权的 对不对 所以通常 请求差务还地的一审原告 都是土地所有权的 所以我要请求 已经民法767条符合三大要件 依照民法767条第一项前段去请求 法盘所有物 那因为通常 为什么加财务还地上面有房子 所以通常 但是实际上 这个不只是在不动产 动产也有适用 而且有些土地上面并没有房子 可能是其他工作物 所以其实应该是要做物上法盘 请求钱 那通常为什么会 财务还地之数 在法学资料前段 因为都是财房子 比较多 所以不要物原老师 定财务还地 或财务还地 就是一定是财房子 其实叫做 肃请返还 肃请返还所有物之数 正确有名 但是有人就因为财房子 这叫财务还地 依照这个东西注意 依照这个东西 反过来 原告 一省的原告 都是主张说你无钱占有 我只要针对无钱占有 依照民法 民主书创法270条 负责州 我针对自己 你是无钱占有 负责举证责任 那反过来 反过来怎样 你是不是对方 你被告 被告你是不是要针对 对有没有合法 占有钱人做举证责任 对注意喔 无钱占有 是他提出原告 提出来 土地所有的提出来 是不是要对 有你被告 有没有 无钱占有 尤其是无钱占有 做举证责任 反过来 你自己被告 你是不是对自己 有利的事实 对怎样 合法占有 云有 在合法占有 钱人做举证责任 是不是 所以在所谓的 对财务法律师訴通称 就是所谓的 依照民法766第一项 前段 所谓事物上 反凡请求权 最重要的 通常都在 有没有 占有 权源在诉讼 当然 还有额外的 还有额外 等一下会讲 我们有时间 有讲 我们再讲 像说 有没有违反诚实信用 诚实信用原则 有没有违反 权利担任禁止原则 或者 有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 可以强制规定 我们等一下会补充 但是我们先讲 第二个重点 第三大重点就是 合法的占有权源 在我们讲义当中 所谓的合法占有权源 老师在这一章 这一章有讲到 来这一章就可以了 这一章很简单 我们这一章看一下 这一章所谓的 合法占有权源 我们看一下 请助教弄一下 所谓的合法占有权源 实物上有哪些 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通常有第一个分管契约 有没有看到第一个分管契约 有没有看到分管契约 那什么叫分管契约 分管契约是源自于民法820条 我们放下去 分管契约是源自于民法820条 以前源自于所谓的 写一下大法案会议解释 400号解释 不是不是 3 源自于374号解释 349 讲错 分管契约 分管契约我上面有写 分管契约基本上最早 明法820条 目前篇还没修正之前 是源自于349号解释 大法案会议解释349号解释 那所谓分管契约是怎样 它有民事分管契约跟末事分管契约 所谓民事顾民事意怎样 就在契约里面明定是分管 那什么叫分管契约 注意 主要针对是共有物 针对共有物 共有物 全体共有物针对共有物 尤其是不动产 针对不动产的共有物 不只是动产跟不动产 就是所谓针对共有物 全体共有人 全体同意 约或者是全体约定 就客定范围给客定人使用收益的契约 我们再念一次 所谓分管契约是 就共有物 是全体共有人 全体同意或全体人约定 就客定范围给客定人使用收益的契约 叫做分管契约 顾民事意 顾民事意 所以民事是怎样 明白的表示 民事 不是民事诉讼的民事 是怎样 明天的民 表示的是 民事的分管契约 范事勒 沉默的表示 但不是沉默的表示 我只跟你讲文字 沉默单独的沉默表示 不是范事分管契约 我们只是说文字上是 沉默的范 表示的是 但是单纯的沉默表示 绝对不是范事分管契约 所以民事的分管契约是怎样 索尔人在契约里面 或者在知识局里面 有针对怎样 共有物 全体索尔人约定 或怎样 同意给怎样 就客定范围给客定人使用的契约 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案子 在公益大厦 分管契约 这些源自于民法820条 所谓除其他利用 契约有定进者 除其他利用定进者 就民法820条 那最有名的例子 在公益大厦 在哪里 防空避难空间 兼奏停车空间使用 就所谓的停车场 的停车位 食物商 食物商 所谓的我们食物商的建者 最高法院各种法院的稳定建者 就是把个别厂商 我们的建商在预售屋 或者是说乘务之后 在买卖的房子 通常都会个别跟你个别 买售人 建商是出买人 买售人就是我们的屋主 之后变成屋主买卖房子的时候 这个别的债权企业 有没有约定说 你有买停车位的 编号停车位 归谁买卖 而且价格不便宜 而且在个别的买卖企业 上面会不会付什么 停车位的图 地下图你停车位 而且在个别企业有说 你停车位的编号几号 然后每一张牌 要付有编号测位图 所以在食物商 虽然不是大家在同一个企业签名 在食物商就把 建商跟出买人 建商跟买售人 个别签议的这个企业 因为每一个个别企业的内容都一样 你会发现 不是后手 第一手 第一手跟建商买那个人 不是之后的后手买卖企业 你假设是后手跟前手 跟前手买人 那不一定 那绝对不会有图 但是你假设 我们第一手跟建商买房子 买卖债权计约 不管你有没有买停车位 都会在后面付一张停车图图 还有在7月中约定说 买哪个车位是给谁的 所以因为食物商变成这样 是不是哪个停车位的编号 给哪个客厅人使用收益 有没有 有 停车位的编号 假设我们买的 我们买的机械车是42号 停车位低下二楼 42号的编号的停机械车 是我们使用收益 是不是变成说 注意 相当于 权力共有人针对这部分 停车位 某个编号给某个人 客定方位 跟客定人去使用收益的权利 所以就变成为 实际上 我们通常在买卖这种停车位 或者是 不管是机械成为平面车的 或者不管是法定奖励 只要在大家 在建商跟个别买收人签订 上面有图说 有约定车号给某个人停车 全部在食物上叫做分管契约 所以 所以有很多律师 很多法官 很多律师法官 只看到契约的上面表头 写约定专用 都没有看到契约的文字 注意 请各位法官 各位在判案的时候 各位律师 不要只看表头 不要把建商的契约 建商的契约 这个定型化契约上面 只写约定专用 是错的 不要只看表头 好不好 施分管契约 请回到你契约约定的真正的文字 来认定到底是分管契约跟约定专用 实物上 这个全部都叫做分管契约 是稳定的见解 还有很多律师 还有很多法官 怎么用约定专用来判 只因为契约写个约定专用 很扯 请各位律师 要是专业一点 法官专业一点 好不好 专业一点 那个契约的 看契约大家都知道 契约是要看里面的内涵精神 整个契约的 里面契约的约定 不是只看表头去判决 很好笑 请各位法官律师 不要违背你们本月的专业好不好 其实这次老师一直写文章呼吁的 真的很扯 所有的公益服务二审三审来到老师这边 都是有这个毛病 请各位律师再强调律师法官 好好判案 契约不要只看表头 或者上面彰简文字 请你探求所有的全部的条文 尤其是契约的约定内容 双方面的探求整个契约文字内容 全部的文字内容 加上探求当事人争议好不好 明明规定是 虽然表头是约定专业 但是里面的约定就是符合 全体共有人 针对共有物 全体人同意或约定 就课定范围给课定人 使用收益的契约 明明就是分管契约 事务上所有的最高法业到二审三审 问题也就是分管契约 你们明明就是把他推到分管 所谓的公益大校条例中的约定专业 很扯 这怎么判的瘾 律师要保障当事人争论 你专业一点拜托 法官你也是要依照契约文字去判检 纵使说依照明示宿说法 受到数字声明的 数字声明的约定 你也有没有预知的义务 预知的义务 用造法律 你依照明示宿说法 预知可以吗 我这个是奇怪话 真的讲很久很扯 难怪我苦受寻常 所以分管回过头 回过头分管契约 分管契约 所以分管契约是这种 自己末世 末世是怎样 末世最有名的东西 一般我们农地 农地都不会分割 像我们老师家的以前在燕巢家的农地 基本的农地 现在土地抽二年都一两百人 然后农地 基本上以前受制造 农业发展条例的规定 通常不会去做土地分割 现在食物场农地超过十公里 几公里很多 那都不会去做土地分割 那怎么办 食物场你去看 长久很久很久以前 已经就二三十年 几十年都是 有时候还超大 像我们家超过四十五十年 你会发现有篱笆 有田梗 水大一样 你会发现农地 你去查那个农地 地号土地查出来 都好多土地收的钱 那食物场上面已经 离很久以前都没有去反对 那食物场每一块土地 使用范围注意 使用收益的放检 有没有田梗 有没有篱笆 有没有树 所以这个才是典型的 长久以来都没有人反对 而且实际上确实已经有在 虽然大家都没有用明示 用树妹去约定分管契约 但是食物场那就是范围 分管契约 最典型的例子 对不对 所以老师家也有范围的分管契约 但是这是最典型的例子 农地比较多 农地比较多 对 那食物场假如说到底是范围分管 注意还是回到个案的客观事实 来证明说你是范围分管契约 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第一个分管契约 那分管契约 除了这明示跟范围之外 还涉及到说 三百四十九号检释的道安威检释 到底受让人要不要受到分管契约的基数 三四九号解释 那分管契约要不要受到什么分管契约的基数 最重要是在哪边 三四九 他是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 受让人要受到基数 受让人要受到基数 所以三四九号解释的主要的正义范围 就是说分管契约到底受让人要不要受到分管契约的基数 他的解释说 知悉或可得而知这个分管契约的存在 知悉或可得而知 知悉或可得而知这个分管契约的存在 受让人就要受到这个该分管契约的基数 注意知悉或可得而知 可得而知 三四九号到 那就是在讲这个东西 那这个三四号 三百四十号解释 现在赢 这个最有名的例子 现在已经被引述到 很多债不只是分管契约 还包含很多债务 契约所谓的民事当中的债 债 债偏部分 很多收 依照这个三四九号受到基数 包含使用债贷 有没有适用三四九 有没有类推适用三四九 很多都支持 只要知悉可得而知 除了分管契约 包含分管契约以外的债的关系 只要在知悉或可得而知 受让人都要受到基数 现在三四号号在服务上已经引申到那么广了 所以这个是有关三四九要注意的部分 除了分管契约我们讲到说 第二个 第二个 就所谓的地上权 地上权不动产益权 以及荣誉权等用誉物权 就是所谓民法物权篇当中 有所谓的手有权跟他象物权 我们知道手有权嘛 他象物权也是物权 但是他象物权分为用誉物权跟负担物权 其中用誉物权 用誉物权就是使用收益的权力 包含不动产益权 第一个是地上权 你去看民法物权篇相关的条文 在民法多少 物权篇当中是从多少开始 八百二十三条 民法八百二十三条以下 所谓民法物权篇 民法物权篇当中的第三章以下 八百二十条 其中所谓的有六大 六大他象权力 包含地上权 不动产益权 荣誉权 职权 点权 跟抵押权 其中职权 点权 抵押权 其中我们讲的是三项用誉物权 第一个是民法八百二十条以下的地上权 八百五十一条的不动产益权 以及我们的八百五十条之一的荣誉权 农民的荣 保育的育 农育权 请各位回去看所谓的他象物权 八百二十三条以下 那这些地上权 不动产益权 跟所谓的荣誉权 这些用誉物权 这种他象权力 只要有他象权力 当然是怎样 我们讲的是有效合法的 这三种用誉物权 意思是说 刚才讲说 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 不动产物权的设定 移转 变更 要经过登记 台湾的不动产物权 包含首尔权 他象权 要经过管辖地政事务所的登记 所以这个怎么办 去找土地登记成本 土地登记 土地登记登记 你是不动产益权 首尔权的就是不动产 营首尔权的 所以我们去查 土地登记成本 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标示部 第二个是首尔权部 第三个台是他象权力部 所以你去查土地登记 只要有他象权力部的 你要看他是他 会登记怎样 你是不动产益权 或者是抵押权 通常叫抵押权 比较多 不动产益权 就会登记不动产益权 不动产益权的人 权力人士 所有 所以你去查土地登记 藤本 看有没有他象权力部 就知道 OK 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合法权有权援 第三个合法权有权援 第三个合法权有权援 我们虽然叫地上权 但是我们称为叫做 单独列出来叫做 实效取得地上权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第三个 来我们看一下 讲义的第三个 来看一下 这个实效取得地上权 那实效取得地上权 我们看到讲义 实效取得地上权 顾名思义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讲义的助期 来 助期 来 都看到助期了 所谓的实效取得地上权 助期 助期当中 这是老师的 来看一下 老师的新闻遗议 11661 有写 请各位回去看 老师的新闻遗议 11661 然后一定611当中助期 来 请大家助期 看到助期 其中助期 其中助期 这个最有名的这个判决 引用的是90年度 最高法院90年度 台上至第2219民事判决 我们这个在最高法院 90年度 台上219民事判决当中 我念一下 按依实效取得地上权者 需在两个要件 主观上有行使地上权的意思 主观上两个要件 实效取得地上权 除了说民法规定 善意十年 二亿二十年 这个要件之外 除了民法当中 实效取得顾名思义 善意是十年 二亿二十年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与主观上 要有行使地上的意思 客观上呢 有在他人土地上 有建筑物或其他公租 或竹木为谬地 使用他人的事实使足当 但是这个是最高法院 90年至台上的2219 但是民法物权篇 98年7月1号 已经实施通过 所以这个要改成 现在所谓的普通地上权的定义 已经把竹木取消掉了 所以这个最高法院的民事判决 我们在引用的时候 第二个要件 客观上要件要改成说 在他人土地上 有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为目的 竹木把它化掉 竹木把它化掉 因为民法物权篇 有关于地上权的部分 普通地上权 已经在98年7月1号公布实施 已经把竹木放在荣誉权 竹木已经放在荣誉权 然后只剩下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 叫做普通地上权 那当然我们现在民法物权 有普通地上权 区分地上权 大家回去自己看 但是注意 这个典型的最高法院判决要改 因为随着法令的改有改过 所以我们主观上注意 通常在主张时效取得地上权的 不是说三一十年二十年 也不是所谓的市民证明 还有时效取得在那里 依照时效取得作业要点 我们登记要点的 你要去时效取得要去测量登记 会碰到怎样 有个要点 时效取得作作业要点 那作业要点 它要求你要取得士林证明 就是士林的证明 还有最重要的 你要取得三一十年跟二十年的要件 最重要的你要有主观上有行使地上的意思 在主观上通常都是因为这个主观上的要件 拜没办法登记 注意 然后客观上当然有 它能使用建筑物或其他工作 竹木化掉 它能使用 但是最重要的后面 大家会看一下再看到最高法院的 这个判决的第三行 竹七 第三行 有没有 占有土地建筑物 占有土地建筑物 有以所有的意思 有没有 有以租人的意思 有以无权占有的意思 非必以行使地上人的意思而占有 也就是说反过来 占有有行使 无权占有的意思 以行使所有的意思 也可以行使租赁 所以大部分人都败在说 民主观上到底有没有行使地上人 地上权的意思 所以实务上 旧老师假如说我没有弄错误的话 实务上取得时效 取得地上权的只有一件 尊正登记成功 那案子旧老师所了解 是他当时有刻意怎样 去登报 登报说 有拍照登报说 我在行使地上权的意思 有登报 所以登报之后 经过二十年之后 经过二十年之后 他把这举证说 我有主观上行使地上权的意思 那只有一个案子 所以 从这个实务上 这个最高法院 九十年二二一这个判决 是一直大家引用的稳定见解 一定要主观行使地上权的意思 那现在的土地手也没那么笨 所以你现在要在时效取得地上权 可以思考 但是坦白讲 请你再去找其他合法 占有权源 比较正常 这即是第三个实效取得地上权 这是实效取得地上权 然后第四个 来 这个 来 第四个 就是除了刚才讲是他向物权 有没有 刚才是讲他向物权 第二个是第三个实效取 第四个就是债权 你有债权的 你有债权的 刚才是说他向 第二个是他向权利人 他向权利人的 等下 合法债权的权 那第三个是实效取得制度 实效取得制度的地上权 第四个 所谓的租赁跟使用借贷者 债权的合法债权 是讲债权 普通产益权 这种用益物权 是所谓的他向物权 但是现在讲到的第四个 是租赁跟使用借贷等债权 老师 那个第三项 我有个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刚才第三项的意思就是说 这块土地 我知道是你的 我因为我盖房子 我已经占有了你的土地了 但是呢 我现在我在报纸上面 我公告 所以 我给你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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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要检查的 我有要检查的 我可以检查 你要说行使地上前的意思 但是 但是 我讲的 你说不是说输用 不可以说输用 你要说行使地上前的意思 要讲清楚 对啊 就是这样讲 讲完以后说 我三亿十年 二十年以后 你也没跟我主张 叫我拆货盘地什么时候 我变成就是 担同 就合房的占有 对 所以这叫做实效取得地上前 为什么要设定之用 注意 有一句罗马法院很有名的 白话一点 法律不保障让权力睡着的人 法律不保障让权力睡着的人 白话一点罗马法院 所以基于这个法理 你都 还有基于土地你放在那边 你都不让 你都不使用 人家帮你使用十年二十年 所以这个土地不动产 要让这个土地不动产 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所以法律有规定 罗马法院一直下来 罗马法到我们 我们取用德国 德国的民法典 日本的民法典 到台湾的民法典 尤其在民法典 我们就设立所谓的实效取得地步 因为法律不保障权力 让权力睡着的人 老师那这一点我再延伸再请教 好 这个问题你说 都占十年二十年 但是如果我不知道 不管你知不知道 你就是 你都不去 回过头讲 一个不动产 被人占有盖的房子 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纯粹就是让权力睡着 因为你都连房 人家占那么久 你连土地被无权占有 你都不知道 人家都用了建筑物 盖占有十年二十年 你还不知道 你不觉得你是让权力睡着 但是如果说权力睡着 但是如果说 我现在我知道了 我这块土地 但是我没办法要求你拆房子 因为你超过 譬如说超过那个实交的 我虽然没办法跟你要求拆房子 但是你这份你总要跟我买房 没有 那是一回事 那是一回事 我们是主张 我们现在讲无权占有 我们不是讲之间的 是后面的事 所以后面卡住 怕讲不完 法律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主张 是不是合法占有权力 自己后面的问题 那是各章要讲的 各章像说 时效取得 在讲时效取得 地上嘴 端章的时候才讲 那比较细节 我们只讲到这边 卡在这边 那假如说 对大家之后的问题 有研究 想研究 大家可去查老师 时效取得 地上嘴 加阳春节 OK 里面有更细节的东西 有讲到 我们合法占有权人 讲到这边 OK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所以时效取得 这样注意是 法律不保障 让权力睡着的人 好 那接下来第四个 就是所谓的 租赁使用借贷等 债权的合法债权 所以大家针对租赁 我们现在不讲租赁是 只大约讲租赁的定义 我们不讲租赁的个章 租赁的个章很多 下次我们可能会 法律资料 资料的直播 可能在2月9号 会讲包租公 包租婆 一 会慢慢尽量讲包租公 会继续讲下去 所以 来 大家看一下 你看打 时效取得地上嘴 加阳春节 就好多老师的文章 老师有8万多篇文章 所以随便找都有 只要时效取得 加上 时效取得地上权 加阳春节 就可以 好 第四个 我们的租赁跟使用借贷等债权 那租赁 请各位去看 民法421条以下的规定 所谓租赁 就是一方 约定租赁物给他方去使用收益 他方要给租金的契约 例如 我跟 我们 吴先生 吴先生有一栋房子 吴先生有一栋房子 例如 某个租任务在建物门牌 28号几楼之起的房子 面积多少 主建物多少 要租给我使用收益 那我是乘租人 吴先生是出租人 就是所谓的房东 我就是所谓的乘租人 就是房客 然后他约定说 这栋房子给我租一个月 你忘了 注意哦 租任是一个弄成契约 不以定义制去为必要 所以 我们也当场 针对租任的必要之点 就所谓租任务跟租金约定了 当然我们现在是假设案例 假如说真的在存租的过程当中 我们确实你有那个租任务 我有付租金的意思 两个合议的 都没有经过变更 就是两个对租金跟租任务合议的 租任是一个弄成契约 不以定义制去为必要 就成立了 自己为什么会定乘书面 是要杜绝纠纷举证用 所以租任是一个弄成契约 请各位 自己细节 我们下次会针对 法律交情直播会针对 慢慢讲 慢慢讲 不用担心 但是我们现在是讲 合法占有权源 假如是要更了解租任是什么 请各位打租任阳春级 然后你假如要租任各章 例如积宪租金之宗旨 你写积宪租金之宗旨 阳春级 你有更细节 所以我们今天是讲 无权占有当中的合法占有权源 所以我们点到这边 请各位去参考民法421条以下 还有打租任阳春级 接下来在民法464条以下有使用借贷 为什么叫通常都会讲租金 所谓的使用借贷就很多的案例就是国宅 或者是说军舍 一般你军人以前的我们的台湾的时代背景 军人是有没有配住宅 你为国家牺牲奉献 将军配军券债 就是军券的房子 那这些军券的房子 所谓军券的房子那是谁的 国防部后的是国家的 那国家是给你怎样 给你这些受配的人的使用收益 尤其是在使用部分 在使用部分 可能都不能收益 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东西注意 有没有收出金 没有 所以因为这种典型的例子 过程中使用借贷 很常见的就是这种例子 就是国王部或者哪一部 以前因为时代背景 因为它是一种恩惠性的给付 是恩惠性的给付给他使用 因为他从事这个行业为国奉献 因为我们都知道军人是24小时 每天每夜的在守护着台湾 这个是合理的 给他所以是无偿的注意 重点是无偿 那我们刚才租赁是有租金 所以使用借贷跟租金最大的差异是怎样 都是所谓的物的使用收益 但是像使用借贷 像这军券这种东西 军券的房子这种东西可能没有收益 但是重点都在使用收益的范围 所以重点是租赁跟使用借贷 差一个 使用借贷是无偿 租赁是有偿 有偿跟无偿 有没有租金 有没有对价的关系 有没有租金 有没有使用这个租任务对价 像周使用借贷 有没有使用这个后配的军长 没有任何的对价给国防部 但是租赁是有对价 要不要付租金 有 当然不以现金为主 所谓租金的概念不以现金为主 包含使用对价都算 对价都算 不以现金为主 通常都是对价 没有错 但是不以现金为主 这个细节请各位回去看 老师的朱立阳春节 这个查一下就有 好 这些债权 我们这个是第四个 等一下 好 怎么回事 刚刚暂停 好现在ok 好我们刚刚不小心暂停掉 我们今天要继续 我刚刚不小心按照暂停 我们继续讲 来第五个所谓的合法占有权援 第五个合法占有权援 虽然都是属于租赁那里面 但是我们把它单独列出来 就叫推定租赁 讲义这张图有 推定租赁 来 为什么把它弄到推定租赁 因为这个比较克服 比较克服 所以这个也是规定在民法425 425条之一 规定在民法425条之一 跟民法426条里面 通常都是 那是讲什么呢 讲说你的 因为台湾的制度很奇怪 建筑物是可以成立 建筑物跟土地都可以成立 单独的个别的买卖客帝 也可以单独的登记 刚才我讲建筑物没有强制登记 也有建筑物收入权 然后土地有单独的收入权 所以我们台湾是 因为食物所造成的 或者法律所造成的 建筑物跟土地是分别的 可以单独成立成为成样 登记的课题也可以成为买卖的课题 所以台湾的制度是这样 不要问为什么 因为时代变迁所造成的结果 台湾是这样 所以变成说食物场会产生说 那我同时是我的 同时是属于我家的 属于说杨老师 假设做某某地号 一地号土地 我们段号小段不要讲 我们直接讲说 当然我们土地登记会讲说 某某市巴林区 某某某段某某小段某某地号某某土地 但是我们小段神类 一地号土地 上面有建号二 建号二的房子 假设这一地号土地跟建物 建号是二 都是我杨春迪老师的 但是我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时间 或者是同时间 注意 不同的时间或同时时间 或者是个别或全部买卖 同时或个别时间 分给移转给谁 房子移转给 吴先生 一 然后 丙 吴先生的太太叫什么名字 湛 所以我把我的房子 老师、杨春迪所有的房子 一地号土地 土地是一地号 建号是二的房子 我不管是同时或先后 我分别移转不同所有人 土地给吴先生 房子给詹小姐 那你们之间 就推定有租任关系 是 吴先生跟詹小姐之间 有推定有租任关系 这样懂齁 所以变成是说 变成是怎样 而且是他跟我租 对 你们变成说齁 我甲是一地号 一地号卖给乙 土地 二地建号 卖给丙 你们之间推定租立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图 依照民法4257 来,图在这边 是这个意思 土地是这边的地址 所以变成山长 然后重点是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法民法425条规定 还有426条 还有所谓的以下的 建筑基地 盖基地 所谓的基地租赁也有适用 请各位看民法425条之一 但是我们在通常会发生事在 我刚才讲那个典型的案子 典型的案子 所以是在避免 那一样的道理 这个是立法目的一样的道理 就是避免你们两个纠纷不断 你们两个纠纷不断 你假如说不推定租赁 不法定推定租赁 很麻烦的地方 你们两个纠纷不断 你们这些土地跟建筑物 因为这个时 因为是分北后线或宇转跟不断 造成你们两个告来告去 没有法令民法425条之以下 规定推定租赁 法令推定推定租赁 你们会吵来吵去告来告去 这样的这块土地建筑物怎么利用 所以为了避免 土地跟建筑物这种浪费 所以所谓的 土地不动产的经济效益 所以法令逼于实物上 避免土地的不断被利用 为了他的经济效益 特别在民法425条定下说 法律规定推定租赁 在乙跟秉之间推定租赁 不为什么立法目的是这样 现在法律规定 这是强制规定 所以是推定 这是法律的强制规定 不因为你契约排除 这个契约是不能排除的 所以注意喔 所以这叫推定租赁 OK 这是第四个 然后第五个 所谓的比较克述的叫做 土地统一书 第五个类型叫做土地统一书 土地统一书通常发生在 共有人之一 要在上面盖房子的时候产生 共有人之一 共有人大家是一照共有人 尤其是共有物 大家共有人真的共有物 你要依据你要在所谓的 在上面盖房子 就是所谓的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的处分 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 有处分设定四种他向物权 还有变更 可以依据多数觉 也就是两个要件 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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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全数各二分之一 第二个全数三分之二人数不计 只要符合这个东西 就可以多数觉 就是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的 所谓的 大家要记得 那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 所谓的处分 包含法律上的处分 跟事实上的处分 那事实处分就是这个 在共有人之一 要在上面盖房子 就是属于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的处分 那依照土地三十四条之一的第一项 要多数觉 要多数觉 但是到了你地震机关 这种使用多数觉 到了你不是地震机关 你要申请建造的时候 建管单位都要求你 要取得土地同意书 其他共有人的土地同意书 不然会给你博会 你假如用多数觉 法律可以啊 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 但是你要多数觉 他会说你去诉讼 确定之后 再来身体建造 食物上可能会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就产生一个所谓的土地同意书 现在食物有没有变更 有没有照法律变更我不知道 但是老师以前的印象当中 都建管单位要求土地同意书 食物上现在变化 他们怎样老师不敢确定 请各位回去再确定 不敢确定老师不敢确定 会跟大家讲清楚 但是这是典型的土地同意书 在共有物要做建筑 所谓的土地法三十四条 所谓事实上的处分 会要求申请建造的时候 会要求土地同意书 那土地同意书是很典型的 一个怎样 同意嘛 所以大家在诉讼的时候 你提出同意同意书 共有人之一可以要求 肃请法完所有物吗 在物完地 不行 所以这是第五种 第六种 我们叫做其他 因为所有的合法战员很多 因为我们民事实物上有所谓的 民法当中有一个叫合法 有一个叫有民契约 所谓有民就是民法载篇上面有讲的 民法载篇里面有讲的 像说有合伙 有买卖 有租赁 有使用借贷 有行记 有所谓各种上面有章节叫有民契约 有民职的契约叫有民契约 但是民事我们是基于契约自由原则 不要违反公序良好族 诚实信用等无效 基于契约自由原则 就是所谓的契约自由原则 你都可以针对你的约定什么样的债 债的关系 你可以约定什么样的契约 我们基于契约自由原则 我们都要主动 所以在我们台湾的民事 不是是有民契约 还有一个叫无民契约 有民法在边里面讲的有民契约 以外叫无民契约 所以其他 你只要承认无民契约都算 实务上我看很多 还有无民契约 这个其他你要写一个无民契约 还有其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案子 今天会把这个1月23 1月31号提早来讲 就是因为我们有新闻时事产生 所以老师才把1月31号提早到今天讲 因为我们老师有写新闻一役 我们直播除了新闻 要延续收获新闻 这个法律教学直播主要是以新闻时事 还有法律教学的职 只要有新闻一役产生的 本来是排财务环地 但是忽然有新闻产生的 所以我们提早在今天讲 有原因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今天的新闻时事 就是今天的联合报 有趣的我们上面有想 除了所谓其他的东西之外 所谓其他除了各种无民契约之外 有优定合法在有之外 报纸 报纸 报纸的 这个其他的部分 除了这个东西之外 这个有趣的地方是离婚 对 他这个合法占有权 争议在哪里 我们这个争议 争议我们有两个争议 所谓的报纸 我们一样 一个原告 注意 这个事实上是夫妻 夫妻之间是第一个 有协议离婚 这个案例事实 假如新闻报导 没有报导错误的话 法院所认的事实无误的话 因为我们没 老师没看到档案卷 我不知道他的客观事实是 真还是假 所以我只能说法院所认为真 然后因为新闻报导 我也不知道他有时候 新闻报导你也知道都乱报 所以新闻报导我只能说 在法院所认的事实为真 新闻报导没有误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个案的事实 都依据报纸所讲的东西 为个案事实 我们不探究 因为老师看不到相关个案的档卷 我没办法去追究他个案事实 认定厘清是真还是假 所以我们通常在讲这个案例的时候 这个都视为真 法院所认为无误的话 情况下我们只是做法律的适用 所以这个事实上 我们新闻报导事实第一个 他们有经过协议离婚 但是在协议离婚的时候 有约定说 孤女就是老婆 孤女要在10月31号前搬离住手 所以离婚嫌疑就有约定说 孤女这个妻 要在10月31号 要在10月31号 在我画线的部分 要在10月31号搬离 结果偷了四个月 孤女都不搬 那她的先生就是前夫 前夫叫什么 孤姓 孤姓男子跟孤女 他是报纸写错了 孤姓 所以应该是孤姓男子 前夫 前夫是侯姓男子 前夫侯姓男子 跟孤女之间有离婚协议 离婚协议有约定说 孤女要在10月30号搬离 结果过了四个月 孤女还不搬 那他怎么去诉讼 所以 侯夫 侯姓男子叫侯男 前夫 侯男 侯男 侯男就 依據明法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 基於所有人的地位 依據明法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 恕請法皇 返還所有物 有沒有道理 還要求說明法一百七十九條以下 一百七十九條到一百八十三 要求五年的不當得利 所以通常除了肅請法還所有物 會搭配明法一百七十九條到一百八十條 所謂的五年的不當得利 當然有人講說以前的訴訟會講說 要求明法一百八十七條第一項的侵權行為 但是通常這三種不當得利跟侵權行為 我都叫大家 你會看到老師的文章要求說不當得利誤面 因為所以老師現在主張很多主張都聽老師的意見 先主張怎樣 明法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的訴請法還所有 行使物上法還群求券 第二個併期一百七十九條到一百八十三條的五年的不當得利 所以這個訴訟可能有參考老師的文章用了五年的不當得利 所以侯乃是一句明法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 訴請法還所有物所謂的無權佔有 因為這不是財務還地嘛 他這是房子被無權佔有嘛 注意我們明法七百六十七條不是說財務還地 是一個我的所有物被無權佔有 也就是他租了四個月他要求五年的租金 沒有等一下會跟你講 我說可以可以要求到五年 但是我說過 他是因為被佔了四個月當然要求四個月 實務上他是依照明法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要求他怎樣 要搬離就是訴請法還所有物 建築物也算搬離這個住所 第二個要求明法一百七十九一百七十九到一百八十三 當然要求四個月的不當得利 我說依照明法一百七十九條可以最高只能要求五年的不當得利 相當於租金的不當得利 那有實際利的就可以要求實際利的 沒有實際利的依照實務是要求相當於租金的五年的消極性的不當得利 假如說沒有實際利的你只好用租金 所以相當每個月租金的五年的不當得利 這樣懂齁 所以這個實務上要求四個月 那有沒有道理 法院當然判他贏 但是我們在實務上不是新聞報導就說就算 我們要看過新聞 有時候新聞報導 你看他寫一個郭姓男子 就寫錯了 連老師有時候在法律直播都會講錯 口誤 報紙也會 所以報紙報導為真 我們都是為真 他寫有一段寫寫勾問性男子 可能是筆誤 我老師在講法學教學直播 或者在講各位有時候會回口誤 你很難免 除非你經過簡介 法學教學直播不可能沒有口誤 所以請各位請回去看老師的文章 有口誤的部分請原諒老師本來就會口誤講太快 我們盡量不要口誤 所以這個溝南有沒有道理 喉南 我也講說喉南有沒有道理 喉南 這邊呢 第一個有沒有道理 來 我們再複習一下 所以用這個實務來複習一下 第一個 我們的民法767條第一項的要件 第一個 是不是要所有人 他是不是所有人 在新聞報導是 所以第一個要件符合他是所有人 因為他是怎樣 登記土地 建物的所有權是喉南的 土地也是喉南的 所以是付所有人 第一個要件 第二個要件 我們等一下再講合法站有權言 有沒有合法站有權言 第二個第三個要件 他是不是現在有人 勾禮諸悠 不能因為說事後搬走 他事後有沒有搬走 有 但是他實際上有沒有居住四個月 所以在四個月不能因為事後注意 那四個月他是現在有人 勾禮諸悠 勾禮諸悠 勾禮諸是四個月 當時是現在有人 行為當時那四個月是 所以符合第三個 第三個兒有沒有合法站有權言 對方 勾禮有沒有合法站有權言 他有主張喔 好 我有依照民法的規定 我夫妻依照民法主義 民法一一一四 一一一四 他說 依盡民法一一一四 夫妻之間有相互撫養之義務 那你離婚啊 那離婚也有善養費 你沒有要求啊 錯 錯 有沒有要求 個案有沒有要求要看 你的離婚協議 所以我們要看離婚協議 但在服務上有沒有協議說 協議說 要讓他 依基於撫養主義 依基於民法一一一一四 以下所謂的撫養義務 或是基於所謂的散養費 或者所謂的注意 撫養費跟善養費是不同的東西 夫妻之間離婚的善養費跟撫養費 我撫養義務 我可以給撫養費 所以基於這種撫養 我撫養義務 我可以怎樣 我可以怎樣 尤其善養費 我可不可以說 讓他居住在這邊 或者離婚協議可不可以 離婚協議 另外的協議可不可以視為說 我們剛剛講說 我在無名契約裡面 所以我們要看整個離婚協議 不管是書面口頭 有沒有約定說 給他居住在這邊 所以這個離婚協議並沒有寫 他只有寫什麼時候要離開啊 對 對 並沒有寫說 已經決定10月31號要離開 來 而且這個婚姻他有寫一個怎樣 他見物權是判給男的 來卡上這個 所以像這個案子 我沒有約定 因為有沒有約定 我們看離婚約定 約定什麼 他是說10月31號 而且之間的相互之間的散養費 假如說我可不可以說 我不要要散養費 但是我們除了離婚協議 我可不可以另外約定 在離婚協議另外口頭約定說 我不要要你散養費 口頭約定說 我讓我搬到這邊 我不要你散養費 但是你要有一個搬簽給我做 對 可不可以 就口頭約定喔 也算了 但只是說舉證困難而已 錄絕就沒有問題 除了離婚協議 這是書面 或口頭 但是我另外約定 散養費 我不要這另外約定 可不可以 但是最好用書面 但是實務上 法院認定所有東西 都沒有所謂的 合法佔有權力 所以這個也沒有其他 因而怎樣 所以符合三個要件 所以判他怎樣 公禮敗訴 侯南勝訴 那要求怎樣 四個月訪完四個月沒有錯 這實務上四個月 那只是說四個月租金多少 要符合由法官去裁定 依照市行情 市場行情 市場行情 當時他住那四個月 注意不是目前的市場行情 不是法院判決那個市場行情 是當時在居住那四個月行為時 在無權在有期間的市場行情 租金行情 不能以現在來看 所以法院有一個行為時判決 行為時守適用的法律來判決 行為時守適用的法律來判決 包含租金行情也要這樣 不能亂判 這要說明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案子很有趣的地方 這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有權佔有 合法佔有權 所以不要以為離婚協議也是其他的 所以在實務上 你在個案上 你會發現很多其他的 我們每一講的 合法佔有權元 所以老師只能講說其他 因為個案上不勝美局 基於契約自由等無名契約一堆 或者我們假如除了無名契約還有個混合契約 混合我們的有名契約以上兩種契約 像說現在所有名的是怎樣 混合契約最有名的家門 然後我們合合契約 除了這個東西還包含怎樣 奇奇怪怪其他約定 我看過處理對很多契約 是包含怎樣 遺產分割 把遺產跟公司 因為他們有合夥做生意 連遺產分割 合夥的分割 還有對老爸遺產分割 全部放在裡面 你說他是一個什麼樣的契約 當然是混合契約 對不對 混合很多 兩種以上的契約性質 有名契約放在一起 所以裡面的無名不只其他包含 無名契約 包含符合契約 還各種個案 個案企業不知道 很多典型沒有 家門店現在不是 家門店 家門企業在大陸有單張的民法在天 大陸所謂的民合同法 他們是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人民合同法裡面有講到 民法在天有講到家門 因為中華人民合同法比台灣還先進 比較晚訂就變得比較先進 台灣呢是民國十七年才已經訂 所以我們很多都沒有訂 這變成無名契約 所以法律關係 我們就變成要實務去判 很麻煩 所以這是額外化 所以這些東西有沒有什麼疑問 沒有 有沒有疑問 還有第二個 針對我們這位我們來旁聽的 所謂的浪度書 浪度書 實務上我們也不要說針對 實務上我們卸在權最典型的案子 卸在財政上面有一個實務上最典型的案子 實務上常見的 我們這邊有在七十二年台上九三八 太多了 這些實務上常見的案子 最奇怪的案子 第一個 最典型你們讓案子算最典型的沒關係 最典型的案子 最典型的案子 什麼案子 談到無權佔有 無權佔有返還事務 所謂拆戶還帝的時候最典型的案子 就是所謂的 我之前有買賣 而且有買賣契約書 買賣契約書所謂的以前民國 三十幾年四十幾年的浪度書 就是現在的我們買賣債權企業書 買賣債權企業是個諾藤企業書 它只要針對買賣標的物跟買賣債金合一之後 就成立了 不以定義之計為不要 至於說買賣契約針對買賣債金跟買賣標的物合一之後 而且某些案子都有讓住書 只有取得怎樣 買賣債人有取得移轉登記請求權 那個移轉登記請求權 買賣債人有取得移轉登記請求權 但是實務上尤其是政府所謂的徵收案 還有實務的個案都忘記移轉登記請求權 有15年長期消滅時效的使用 所以縱使買賣債人取得移轉登記請求權 可以要求出買人移轉這塊土地 就是買賣標的 不管是這塊土地不動產 不管是動產不動產的所謂的 所謂的錢要移轉給買賣債人 但是注意移轉登記請求權 實務上是15年消滅時效 但是實務上尤其是政府徵收 或個案所發生都是經過15年 那怎麼辦就消滅了 對方就取得抗辯權 這個請求權經過下 對方就取得我的抗辯權 所以到法院出動之後 你縱使你有拿出浪動書 主張說你是真正的權利人 但是對方說你已經經過移轉登記 15年消滅時效 所以對方會取得抗辯權 在法院抗辯說你超過時效 你不能請求 所以法院會判你買受人敗訴 結果造成一個實務上很尷尬的地方 只要買受人 只要已經出滿人 已經把這個買賣標的物交付給買受人 注意還有一個要件交付 已經把交付 實務上都已經交付給他使用 都在上面蓋房子 所以只要有浪度出 而且把這塊買賣標的 你交付給買受人使用 只要15年都沒有去移轉登記 那也沒有所謂中間15年 得以行使請求權的狀態 去行使守候權 所謂的有行使 所謂的請求權中斷 沒有正確中斷 就因為15年長期消滅時消耳朵 而移轉登記請求權的消滅 那就會儲存在一個剛打實務上 沒辦法兩難的地方 也維持一個 實務上就是一個很奇怪的處在 不然你移轉 但是事實上你還是實際在用 交付了 所以這個情況在法律服務上就是奇怪 那都沒辦法解決怎麼辦 只是說你登記民意人是誰 就是土地所有權 縱使你事後的子孫 依照民法的繼承篇去 所謂的蓋鍋繼承 或者建築所有人 你一記也是依照民法 一三八以下是蓋鍋繼承 縱使去登記的 一樣處於這尷尬的現場 所以 因為15年消滅時效 所以 你所謂的買受人 去主張他 去告出滿人 他也不會贏 因為他只要主張你消滅時效 15年移轉登記 消滅時效 你就會敗訴 那對方要求民法767條 或者主張病情179 主張武當德也會敗訴 為什麼 你是買賣的 而且付了價金 所以會處於尷尬 所以你在要求他租金也不行 你都買賣了 只是因為移轉登記請求 15年消滅時效 你還是真正的全地人 所以就處於你不能要租金 結果土地地出財在角 土地所有權利 房子可以 像某些案子實施合法 注意 他是合法建築物 實施建築物管理權 民國三十幾年實施建築物管理權 又是八里七 八里七合法建築物 可以依據土地登記規則 第七十九條第三項 第四項去取出地形圖 稅籍資料 或者是說土地權狀 有人會交付 最重要是地形圖 稅籍資料 或者是水電資料 這些去依照土地登記規則 第十九去申請 加上你的浪度書 去申請合法登記 合法 實施建築物管理權 合法建築物登記 還可以這樣做 這是並行說明 但是重點是 處於尷尬的狀況怎麼辦 就是擺著 對不對 至於說 我們有公益服務的個案 這個案子 假如說經過地形重測 巴黎有部分那個案子是 我們要講哪個明白 個案是巴黎的個案 巴黎的個案 現在發現 我們當事人 我們不要講當住人 當事人有問說 這個到底是 有土地所有權能跟他講說重化 注意喔 這個是某個意義像重化 但是重化你要實務上分為 置辦重化跟四地重化 那置辦重化用的是 置辦四地重化 重化辦法 四地重化又四地重化 完全不同的條文 置辦四地重化也要 置辦四地重化會 那四地重化到底是不是公辦 還是公辦委託的 這個有分 那實際上發現 這不是置辦重化也不是 實際上發現 結果發現 離心的結果是 必其除重測 所以我們在處理個案的當中 個案是這樣認為 但實際上還要去查證 老師會隨著個案 叫我們的公益服務的個案去查證 要查證 查證的結果是地區重測 那地區重測是 土地法四十六條之一跟之三 以下的規定 注意土地法四十六條之一跟之三 之一之二之三所謂的地區重測 那當然有地區測量實質規則 土地附障地區測量實質規則 或者是相關的規定 有施行細則這些規定 地藏實質規則這些規定 有 但是主要是土地法四十六條之一跟之三 這些注意 依照土地法四十六條之一的規定 誰具有主戒人 第一個主要是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權人找不到時候 才是建物利用人 所以跟土地重測 這個跟我們這個案子個案上 建物利用人有沒有比較不值得關係 沒有 所以只要地區重測 不是自辦市地重測區段證書 或者市地重測 只要地區重測沒什麼關係 因為涉及到指借 而且你是共有戶 很多人一定有人出來指借 共有人是全部注意 第一個字就可以來指借 所以只要地區重測比較沒關係 所以這個案子就處理到這邊 只要去做合法 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登記 這個是有一個案的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 那針對這個個案很矛盾的地方 只能維持到現在這個地方 那重點是卡上還有 因為剩下二十四條 我們講四個比較奇怪的東西 有人說取得使用執照 就推遞為合法登記 就推遞為合法登記 下面這邊 取得使用執照就是 取得建物的使用執照就是合法登記 不是喔 你取得使用執照 你只取得建物守候權 就去登記 就像你們的案子實施合法登記 去登記也是怎樣 縱使是建築管理前合法登記 他也沒主張 沒有 你是建物取得者 是建物的所有人 但是不能你取得建物的所有人的定位 不代表說你是合法佔有土地啊 所以有人說 我是建物使用執照 跟他什麼關係 不能主張你是合法佔有那個土地 不能主張你取得者 還有第二個 我們有繳稅 有繳稅證明 你有繳地價稅 注意 繳地價稅是你願意幫人家繳地價稅 或者是你們雙方面約定你要繳地價稅 注意那是 那繳的地價稅有稅單 不管是房屋稅土地地價稅 你只是因為契約幫人家繳 或者是你建物守候權幫人家繳 或者是還沒有登記 不管只要建築人家幫人繳 那是你要繳稅證明說你有繳稅的證明 不代表說直接繳稅證明說 你是可以合法佔有這個土地 這都不能主張是合法 主張拿了稅證說我有合法佔 不是 你們的案子是因為有浪度書 不是因為你有稅繳稅 或者是有幫他繳土地地價稅 不是這個意思 是因為你有浪度書 有合法佔有權利 不是因為有繳稅 稅籍有繳稅 領重是拿出稅 注意拿出稅證明 只能說你實施建築管理前的合法建築 只能依照土地登記規則 第39條第39條 第39條去登記 建物第一次登記 就會保存登記 只能做這個 但你繳稅不能拿來當作說 有稅籍證明 不管你是地下稅房屋稅 你只是繳稅的證明 所以你有繳稅 人家說你沒繳稅 我主張我有繳稅 依法繳稅 主張而已 不能代表什麼 能縱使你偽張建築 被查到你願意繳稅 依照稅法的規定 你偽張依照某些規定 他看到你有房子就是查你稅 縱使偽建 縱使搭個棚子 有增加價值 都要繳稅 所以稅法是這樣 只是證明說你有繳稅喔 跟你合法佔有權沒有關係 那第三個出資人 這個涉及到說出資人 是不是建築物所有人 我建築物不是強制登記 那依照規定 你假如是建築有沒有申請建築 通常你要證明說 建築物並沒有強制要求 登記建築物所有權 也沒有強制要求說 一定要第一次測量 第一次登記 就所謂的保存登記 保存測量 我們在又稱保存測量 第一次登記 或第一次測量 又稱為實物上的測量 又稱為保存測量 又稱為保存登記 這兩個是同一個東西 不要有個不一樣 實物上叫建物第一次測量 跟建物第一次登記 這種種並沒有強制 所以會發生說 尤其是實施建築管理權 還可能實施建築管理權的合法建築物 所以假如實施建築管理權會卡上 到底誰是建無所謂的人 他是合法的 實施建築管理權的方式是 那第一個舉證責任 第一個舉證資料就是 出資人是誰 出資 有出資人當然就算 但是因為你們的出資人 是你阿公阿公 所以出資人只有一個 但是當很多人出資人 大家有爭議的時候 糟糕就要舉證 到底誰是出資人 因為你們是阿公留下來 只有一個出資人 所以很單純 現在就是 到底誰要繼承的問題 但是出資人就是 所謂的 當你沒有申請建築 或者是說 你有申請建築 就是有申請建築 上面的起教人 通常你有申請建築 都是推定起教人 那假如沒有推定起教人 就用出資人 尤其是實施建築 管理前的合法建築物 就涉及到出資人 所以出資人很重要 但是那主要是在 建築物的怎樣 所有人去認定 至於涉及到這邊 至於說 我們最後講一個400號解釋 最後要講一個400號解釋 到法案會議解釋 所謂的繼承道路跟通訊權 但是我們下次可能會不先講 包諸公包諸婆 可能會先講繼承道路跟通訊權 那繼承道路跟通訊權 會在有一個主要的當時 做法律教學直播 因為我們在內湖社大社區大學 都上過課 消防管理都上過課 所以我們內湖社大大學 不會針對這個主題講課 但是會補充收免 但是在法律教學直播 我們正在繼承道路跟通訊權 會做個主要的直播內容 但是現在我們講的是 合法佔有權言而已 我們400號解釋所謂繼承道路 請各位 繼承道路1到400號解釋的原因 要符合怎樣 我們看到文章 我們這邊文章的所謂的第三 第幾月第二月 第二月 第二月中間有沒有 所謂400號解釋繼承道路 要符合三大要件 注意只要符合大法會議解釋 400號解釋這個三大要件 就是繼承道路 但不因為主管機關的認定 跟主管機關的認定沒有關 主管有沒有依照他制定的行政規則 去認定繼承道路都沒有關 注意只要符合大法會議解釋 400號解釋 就符是繼承道路 跟現在目前實務的做法 主管機關第一個繼承道認定要點沒有關 那麽是多持一舉 依照大王回制 只要符合四大要件通整 就是繼承道路 這四大要件請助教弄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 哪一個要件 第一個 所謂的繼承道路 成立功用第一關係 所需為不確定的公眾通行所必要 分警為通行是便利機制 第二個 公眾通行之初 土地所有人並無阻止之行事 三 居歷經之年久久遠而未成終戰 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量 但能以日常長久一般無負記憶期 確實是其實 僅能知其梗蓋 例如死於四季之在八季水災 所以要符合四大要件 400號才叫繼承道路 但重點我們現在 那繼承道路跟通行前 我們下個再章見 重點是說 我們在合法戰有權宜要講的是 好 這個符合繼承道路三大要件 也變成了 成立功用第一關係 注意 不叫做繼承道路 重點是在大法官會議的重要的 不是這種專用 通稱的繼承道路 應該是說 成立功用第一關係 因為符合三大要件 四百號的三大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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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功用第一關係 那 成立功用第一關係 成立功用第一關係 注意是 首爾全人受到四百號解釋 要提出怎樣 公眾通學 重點 因為成立了功用第一關係 所以 土地首爾全人 受到四百號解釋 只能當作公眾通學 我可不可以圍起來 可不可以圍起來 不行 可不可以圍起來做停車位 但是現在實務部長 產生一個問題 那 我的繼承道路 就是所謂的 成立公眾通義 所謂的 我們講繼承道 變成繼承道路 別人佔有怎麼辦 注意不是佔 別人無權佔有 可以舉報嗎 不是 舉不舉報是一回事 我們今天講 涉及到說 民法七百六十七條 舉報是當然可以舉報 依照怎樣 但怎麼舉報 可不可以依照社會資訊維護法 搞不好可以 或者是依照建築法 但是這部分 其實我們主 不是我們要討論三節 我們先講說 可不可以 土地首爾全能 我雖然被繼承道路 成立公用地域關係 可不可以 土地首爾全能 共有人之一 或所有的土地共有人 共有人之一就好 因為土地有時候共有人 或者是單獨所有人 可不可以依照民法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 前段是行使所有 仿還所有 行使物上 可不可以 答案是可以的 我四百號解釋注意 他是成立公用地域關係 九位繼承道路 我只是不能圍起來 我只是依照四百號前 既然成功 我只是開放 只能做公眾通行 但是我沒有限制我 說我不能 土地首爾全能之一 共有人之一 我不能 沒有說要求四百號 我不能行使民法七百六十七條 第一項前段訴請反還所有物 並沒有限制我這個權利 我只要不要違反 從事公眾通行 你個人都給我佔有 我可不可以要求訴請反還所有物 可不可以要求最高五年的 民法一百八七十九條以下 五年不當得利 是可以的 這十五五章最新產生這個 是為了問題 答案是可以的 十五五章是判決是可以的 我也認同是可以的 因為從法律 法律能解釋法律 四百號解釋成立公用 只是說你要受到 要提供給不克定人公眾通行是必要的 那只是通行嗎 老實現在講有人就把車子停在那邊 對圍起來了就無權佔有 這不是不一定 然後至於說最後最後 最後再講一個所謂的旗樓 所謂會卡上一個旗樓 這個旗樓是依照 為什麼要公眾通行 是因為建築法所規定的 不是成立公用地義關係 建築法 講錯了 因為建築法沒錯 還有因為建築法或者是所謂的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因為建築法還有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規定旗樓要供公眾通行 跟我們繼承道路 因為四百號解釋成立了所謂的公用地義關係 所謂的繼承道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那是旗樓要供公眾通行 法律依據不一樣 那請問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粉絲這邊 沒有 那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這個我們就是 現在就是有 要路嗎 好就這樣 好到這邊為止 好到這邊為止